结果会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我们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笑柄 我们美国就像裸体的国王 自己以为很聪明 自己以为穿着只有聪明的人才看得到的衣服 然后我们的敌人在嘲笑我们 然后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上个星期最大的新闻就是 美俄双方交换人质 我们的拜登政府用了一个 世界级非法贩卖武器的军火商 这个人卖武器卖个恐怖分子 而且不是只是我有什么AR-15 这种幼稚园的东西哦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Victor Bolt 人称Merchant of Death 死亡商人 2005的时候Nicholas Cage 尼古拉斯 凯吉 还拍了一部电影叫做Lord of War 战争之王就是在讲这个人的故事 还有卖武器给塔利班 ISIS 然后什么包括中继导弹 地对空飞弹 机关枪 狙击枪 还有上千万发的子弹 以及五顿以上的炸弹 他的武器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平民 还有美国的军人 然后我们换回来的呢 是一个WNBA的女球员 因为在俄罗斯吸毒被抓 放弃了一个在俄罗斯为美国政府 执行间谍活动的海军陆战队的英雄 Paul Whelan 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是怎么回应的 他是一位军人 我们是一位军人 我们是一位军人 那是一位军人 他是一位军人 他是一位军人 他有一个军人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是白的 第二个是男人 第三个问题 他都会是一位军人 你知不知道 这他现在其实 δεν checked 这一个課目 不见语 你这位军人 pena 不见语 你呢 我每一位军人 你这边 看什么 事故 不 chewy 你输用 意同 許 那 mere 人 立场 いう 禁止 甚至警刻 泄志 或者 увид 你 到吉利 一些 happening 上晋 Stephens喝 highway 我认为我们是第一好消息 第一好消息 要下ставля II好消息 要有rente 雅一样 直ät turour 一般日本优优现在市長 是的 好笑吧 我们的国家政策 还有国家方向 是用受害者心态去制定的 在国际上 与其救回一个美国的英雄 为了我们的国家安全服务的 精英中的精英的 海军陆战队队员 我们选择了一个黑人 女童敬恋 吸毒犯 好了 我有点受够了 我在讨论一下这个交换结果 真的要吐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就是 这个Victor Bolt 这个我们的敌人 卖武器给恐怖分子的死亡商人 他回到俄罗斯之后 上了俄罗斯的电视 表示他非常同情美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被我们的敌人同情是什么样子 还有我们的敌人 看我们的社会有多么清楚 我们来说我们的社会有多么清楚 我们是有很多样子的 美国的美国 是非常近乎 你看 它是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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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们说 它们没有什么 甚至是对 我们是无编义的 我们是有些人 互动不成为敌人 而每天有关,他们是一种。 每个美国我见过在一个历史上, 从一个地方都在乎是很容易担心的, 他没有问题和Russia, 他在乎是很想要乎乎乎乎乎, 在乎所有的传统。 他们失去他们的义和他们的义和他们的家庭, 他们没有经过同的 comes которых, 第一个是蔡维坚决一。 我们继续炉登。 比如 said,乞 couleur、加上聼、 德亚。 最为全世界。 这么当然不 trades, 减刑要严格。 这个,怎么说。 对于40年? Dindustrialization, drug problem, crime waves You can understand, and I feel more empathy to American after-bath experience than I would feel any hate 你看这个多可悲啊 这个国际罪犯卖军火给恐怖分子的伤人 死亡伤人 看起来比我们换回来的那个黑人 女同性恋吸毒犯还要爱美国 刚刚那个军火商说的是 这位NBA的球员绝对不可能说的内容 我不是故意不说她的名字 是真的没有人在开NBA 然后真的没有人会知道她 真的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这个吸毒的女黑人 根本没办法说出跟这个军火商刚刚说的类似的话 不只是因为她缺乏教育 而且没有教养 最重要的是她讨厌美国 她正恨美国 她自己说过美国国歌在放的时候 她不会上场打球 美国国旗在飘起来的时候 她拒绝出场 她恨美国 她希望美国被摧毁 她恨美国 她希望美国被摧毁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家在崇拜的一群人 整体的思想 为什么我们会衰败 因为我们的敌人爱我们已经超过我们自己人民爱我们的国家了 那我当然不是在这边帮这个俄罗斯说什么话 还有那个武器商人 很明显这一段为什么会是英文 最主要就是一个宣传战 就是让真正爱美国的人反对现在的国政府 或许是这样 或许这真的就是一个俄罗斯的阴谋 但是她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每一个都是事实 我们不知道她这个人是真的这么想 还是说俄罗斯有人帮她写稿的 但是她说的都是真的 那我们换回来的那个人呢 那个人憎恨美国 我历史想要摧毁美国 但是 以下是做这个决定 要把这个人换回来 这个三军统帅说的 Britney is an incomparable athlete 她是美国的代表 她是美国最好的代表 最好的象征 She represent the best of us 这个黑人女权受害者心态 女童心恋吸毒犯 憎恨美国的WNBA的女球员 代表最好的美国 是美国最好的一面 或许就是这样 美国会衰败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 美国放弃了自己 美国憎恨自己 美国瞧不起自己 美国放弃了神给美国的命定 去追求撒旦教 而且以知识是最好的礼物 放弃了神给的智慧 因为一切智慧都是从敬畏神开始的 美国跟Victor Bolt说的一样 放弃了基督教 放弃了耶稣 放弃了当这个世界的眼跟光 这次交换人字就是最好美国的代表 代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放弃神之后的样子 很多人不了解 为什么现在会乱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左派会这么猖狂 为什么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就是因为我们放弃了神给的智慧 而去追求撒旦给的知识 这就是为什么变态的老师 可以在课堂上发性爱玩具给小孩 为什么撒旦教可以在州议会 处立亵渎神的雕像 还有为什么我们会放弃 用生命为美国服务的 海军陆战队队员 换一个不知足受害者心态的 WNBA球员 我们国会的左派 每天都说要进枪 天天都说要立法 要来夺取我们的持枪权 却把一个国际的军火商 卖大炮飞弹给恐怖分子的人放出来 因为我们不知伦理 更悔改 放弃了耶稣 海添沾自喜的穿着国王的新衣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